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兰州啊 然后之前说给大家拍一些兰州的美食 今天我们俩晚上来吃一个兰州的烤羊肉啊 其实一说到烤羊肉大家都觉得 嗯 新疆的烤羊肉 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都是这个 但是兰州的烤羊肉其实也非常好吃啊 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烤肉店 这家叫大自然烤肉 他们家在兰州是一个连锁啊 就是有很多家店口味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但是我们吃的这家我个人认为啊 不算特别特别的惊艳吧 但是属于中等偏上 平均水平以上啊 那我们今天来尝一尝这家 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兰州吃烤肉 一般都吃些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肉来了一个鸡榛子 这是小橙子的最爱 然后一个纯瘦的羊肉啊 那我们先开撸啊 后面还有一些菜慢慢上着 我们慢慢说啊 先来一串羊肉啊 嗯 不错 要放这边啊 我的羊肉面片也上来了啊 刚刚没说完 这家的烤肉啊 比较老派 因为兰州的烤肉是不刷酱的啊 不像咱们全国好多地方可能有 有一些烧烤是有特质酱料的 兰州烤羊肉就是 盐 辣子 孜然 就这三样东西啊 然后呢 比较独特的是 兰州的烤羊肉是拿羊油烤的 他会把羊油都浸在这个羊肉上 然后再去烤啊 嗯 纯瘦 好吃 哎 好谢谢 给了一碗蒜 呵呵 食油必须得有蒜 来吧 咱们来口肉 来口蒜 这一串是两块钱啊 不大 确实不大 我小时候这一串是七毛 嗯 他家肉烤的 火候比较浅一点 里面是有汁水的啊 烤的没有那么干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的 嗯 尝一下小虫子鸡蒸子 其实我小时候 吃烤羊肉 都是在那个路口上 然后他们推的车子卖的 然后当时羊肉摊上 只有烤羊肉 它都没有分什么 纯瘦啊 或者肉筋啊啥 没有分啊 就是烤羊肉 烤腰子 烤油饼 就是烤饼子 就这三样东西啊 没有别的了 现在丰富了 什么烤鸡蒸啊 烤各种各样东西 嗯 鸡蒸烤得不错 脆脆的 羊肉面片子 这个我非常爱吃啊 这羊肉面片子 就是拿羊肉汤做的啊 里面有西红柿啊 有一些菜 有一些辣子 然后主要是 西红柿味和羊汤味啊 这个面 面片 兰州的面片也比较筋道 我们来吃一下 这个羊肉焙面片 来一口尝一下 这个可能会比较烫 嗯 嗯 鸡汤带水 兰州的羊肉面片里面 大家看这 还有这个粉条啊 刚上的这个肉筋 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 这辣子 他们家比较细致 用的有细辣子面和粗辣子 有的家就直接是 同规格的这个辣椒面啊 还有一个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 兰州本地的啤酒啊 黄河 倒上 来一口啊 冰啤酒 冰啤酒太爽了 吃烤肉和冰啤酒 用兰州话说 冰冰点 我们的烤的上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点了 兰州是按把算啊 这一把二十串 你可以点一整把二十串 也可以点半把 我们点了一把肉筋 一半把鸡针 然后这边是半把纯瘦 半把蘑菇 半把洋芋 这个洋芋是在兰州必须要点的 然后还有一份韭菜 哇塞 我们今天这肉是不是要的有点多 看 这把是肉 这把是菜 太爽了 来 嗯 哎呀 这卤串太爽了 吃一串这个 洋芋串 切的特别薄 兰州的洋芋啊 土豆啊本来就比较出名 就是甘肃的啊 不是兰州的 甘肃的土豆比较出名 因为这边都是黄土 黄土地 这个 含淀粉量比较高啊 这边的这个洋芋 嗯 大家听 烤脆了 像土豆片似的 又来了一个烤饼子 这个饼子啊 可不太一般 也是拿羊油刷在饼子上 而且是不停的搞 不停的刷 让它这个表面烤的特别酥脆啊 我们来一口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饼子 烤的非常酥脆哦 嗯 嗯 嗯 香 哦 这饼子特别香 兰州式的烤羊肉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用炭火烤的 因为电炉子烤 完全是烤不出这个味儿的 嗯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 要经过一个路口 兰州的 搞兰路就大路口 我相信好多兰州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每一天放学回来到那个路口 就有好几个推着车车卖烤羊肉的啊 那个就直接来上10个20个烤羊肉 再回家 哎 当时七毛钱一块 哎呀 最早好像还更便宜 几毛钱一块 反正 非常非常的香 所以 这就是我们兰州的烤羊肉了 大家如果来兰州的话 一定记得尝一尝 跟新疆的烤羊肉 呃 完全不一样啊 它的块比较小 吃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吃肉 那么过瘾的感觉 但是呢 很入味儿 而且兰州的羊肉本身啊 因为烤羊肉这个东西 对羊肉的要求很高 兰州的羊本身就很好吃 所以说烤出来的肉一丝这个山味都没有啊 小橙子一般很少吃羊肉 但是到兰州吃烤羊肉也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又上了一个最爱小橙子的鸡蛋牛奶唠灶啊 看一下里边 用鸡蛋牛奶 然后有很多的干果碎 芝麻碎 啊 花生碎 还有枸杞 这个东西来兰州一定要喝啊 非常非常好喝 这是小橙子的最爱啊 刚刚老板应该是看我们在拍视频 送我们俩一人送了一个这个 紫瓜汁 这是也是有兰州特色的啊 为啥我要说这个呢 紫瓜我相信大家可能没吃过啊 就是咱们客的那个黑色的大板瓜子 就是从紫瓜里面产的啊 这是兰州特产 紫瓜汁啊 然后可能看我们拍视频 服务确实挺好的 不过我们之前来过四五次了已经 每次回来基本上都来一次 这家店整体来说服务还真是还不错 之前没拍视频的时候也还不错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来的这家店 大家也可以来尝一下打个卡啊 太有满足感了啊 我的羊肉面片 各种烤串 而且我们这个环境啊 我就喜欢坐在户外 因为以前的烤羊肉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在户外推车子卖的 所以烤羊肉 我觉得坐到户外吃 跟坐到室内吃是完全两个味啊 非常非常的爽 又上了一个硬货啊 同志们 看这是啥 可能看不出来啊 这是一个大腰子 兰州烤羊肉的腰子有两种 一种是像咱们全国各地一样 把那个腰子切成跟这个羊肉串一样的 这个小块块 然后烤串的 还有一种就是 一整个羊腰子直接劈成两半 这一串就是一个腰子啊 咱们来尝一下啊 烤腰子如果烤的好的地方 就是肥而不腻 而且料上的非常合适啊 咱们尝一下啊 嗯 哇塞 外焦里嫩 大家看一下这个断面 腰子上面它会带一块肥油啊 这个羊腰子 哇太香了 嗯 这个地方看得很明显 大家看 一半是 腰子一半是肥油 哦哦 哎这腰子今天可以 一点都不骚 非常香 嗯 太香了 香完了 大腰子来兰州一定要吃啊 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大家来兰州啊 到兰州的烤羊肉店 你就知道烤啥了 就羊肉 腰子 烤饼子 这是最主要的三个东西啊 你可以吃点什么羊肉面片啊 鸡蛋牛奶 唠叨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兰州的烤肉了啊 都是回族同胞做的 所以主要以羊肉为主啊 兰州好像还真没有烤牛肉的 很少很少 但是其实在西安的这个回族同胞是 烤牛肉比较多 烤羊肉也有啊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但是兰州的羊 真的说实话 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我觉得在全国至少排前三 没有任何问题 是一个不被大家所知道的 这个 比较好吃的羊的一个地方啊 那行吧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和小橙子先 把这一大桌消灭掉 那之后如果再有机会 再跟大家介绍更多兰州的美食啊 口水流下来了 边说边流口水 这期就拍到这了 大家不要忘了传点赞 一键三连 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包括关注和评论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